第2767章 谢谢你 崇家老祖吞服丹药的那一刻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一丝钦佩之色 这可不是普通增加修为跟战斗力的丹药 而是阵灵丹 主要作用 是压榨体内最后一丝力量 唯有死去 力量才会慢慢枯竭 崇家老祖已经抱着必死之心了 拿不到天使之拳 绝不离开西斯坦圣殿 虽然他对崇家了解不多 经过这几次相处 让他对这些太古家族 有了更深的了解 为了家族利益 可以牺牲自己 甚至可以牺牲一切 这就是太古家族 他们能传承百万年 乃至几百万年 靠的不仅仅是族中有强者坐镇 更多的是一种凝聚力 一种向上的精神 包括天都城附近的各大太古家族 虽然跟他之间 产生了一些冲突 不可否认 这些家族很强大 家族的向心力也很高 高层的决策 同样很睿智 想要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 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能就会断送整个家族的前程 做好准备后 从公子往后退了一步 守在大门处 随时准备接应 拿到天使之权 会第一时间逃离 准备好了吗 柳无邪朝从家老祖还有不归老人问道 两人点了点头 成败在此一举 柳无邪纵身一跃 身体当先一步 严与真虎形成一条通道 照亮了整个西斯坦圣殿 冲出去的那一刻 整个西斯坦圣殿 传来猛烈晃动 从深处 传来各种诡异的嘶吼声 柳无邪已经顾不了那多么了 拿不到天使之权 朱宇永远无法恢复真身 就在柳无邪略出去的那一刻 从家老祖还有不归老人紧随其后 三人犹如风驰电撤 他们两个目标很明确 替柳无邪阻止那些黑影靠近 嗡嗡嗡 大量的黑影 从四周涌出 将柳无邪缠住了 无法动弹 给我开 柳无邪大喝一声 正开了黑影的束缚 黑影是一种能量 并非活物 它们无形无直 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 刚摆脱黑影 更多的黑气 从深处涌出来 柳无邪行动速度大大受阻 这样下去 别说三席拿到天使之拳 半个时辰都拿不到 滚开 从家老祖施展爵士一级 替柳无邪撕开一条真空道路 快去 千飞黑影后 从家老祖咆哮一声 主动杀入黑影 从家老祖有之前的例子 老也能勉强周旋 柳无邪 五席之内必须拿到天使之拳 不然我们都会死 不归老人将身上的黑影震碎后 大声对柳无邪说道 柳无邪没时间回答 也没时间回头 将拦住他的黑影 不断震碎 距离天使之拳越来越近了 至于不归老人说的五席时间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过了五席后 还有更恐怖的存在不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归老人还有从家老祖身体已经被黑影包裹 很难脱身了 柳无邪压榨太荒世界 恐怖的掀起 形成一道巨浪 推开了前面的阻力 吞天神鼎 准备收取 柳无邪速度越来越慢 已经过去三席了 距离天使之拳还有一段距离 吞天神鼎祭出 周围那些黑器 纷纷聚集过来 将吞天神鼎禁锢在了原地 怎么会这样 柳无邪惊骇莫名 这么多年 吞天神鼎无往而不利 从未施过手 到底这些黑器是什么鬼东西 连吞天神鼎都能禁锢 黑化 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 施展黑化 对付这些黑影 仙术起不到任何作用 根本杀不死他们 只能通过仙气 将他们震碎 一旦被他们附着 犹如复古之躯 很难甩开了 黑化后的柳无邪 更加恐怖 操控吞天神鼎力道更强 吞天神鼎挣脱黑影控制后 化为一道黑色流星 冲向墙壁上的天使之拳 老祖 守在大门处的重公子 突然大喝一声 跪在了地面上 柳无邪没有回头 通过鬼谋 已经感知到后面的一切 崇家老祖 之前已经伤势严重 靠着丹药 才勉强支撑到现在 如果不是失去宿命 也不会如此被动 只见崇家老祖 身体渐渐干瘪 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不归老人仗着后背有葛大乌龟壳 不敌的时候 身体缩进龟壳之中 上次能活着出去 龟壳功不可没 柳无邪刚要转身 准备出手救下崇家老祖 不要管我 快收取 崇家老祖发现了柳无邪的意图 让他不要管自己 收取天使之拳才是第一位 柳无邪收敛表情 是已至此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拿不到 大家都得死 靠着黑化 柳无邪又往前突围了几十米 终于快要抵达天使之拳的位置 连巅峰先帝进来 都隐落其中 柳无邪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了 吞天神鼎 给我收 吞天神鼎距离天使之拳还有几米之遥的时候 柳无邪咆哮一声 西斯坦圣殿晃动越来越频繁了 更多的黑气从深处涌出来 柳无邪身体突然不稳 脚底下仿佛出现了一层漩涡 欲要将它吞噬进去 不归老人跟崇家老祖也陷入绝境 他们的身体开始下沉 吞天神鼎出现在天使之拳面前 漆黑的洞口将石壁上挂着的瓷瓶吞噬其中 天使之拳进入吞天神鼎的那一刻 柳无邪终于松了一口气 召唤吞天神鼎 回到了太荒世界深处 刚要转身 一股恐怖的犀利从深处涌出 柳无邪身体不受控制 朝西斯坦圣殿深处掠去 不好 快救他 不归老人大喝一声 上次来的时候 老友就是被这股神秘犀利吸走 无奈之下 选择了自曝 自曝之前 将天使之拳丢出来 他才得以逃生 柳无邪身体不受控制 一点点往深处陷入 我去救他 你负责接应 崇家老祖放弃挣扎 主动冲向柳无邪 身体犹如一道流星 很快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把手给我 崇家老祖探出自己右手 朝柳无邪抓过去 柳无邪挣扎着身体 尽可能控制平衡 两人手掌总是相得一段距离 很难抓到 附着在两人身上的黑影越来越多 导致他们的身体加速下沉 崇家老祖速度再次加快 终于抓住柳无邪的右手 记住你的承诺 崇家老祖笑了 抓住柳无邪的手突然用力 柳无邪感觉自己的身体飞起来 从崇家老祖的头顶上飞过去 飞出去的那一刻 不归老人迅速出手 清理出来一条道路 更多的黑影 铺天盖地 朝他们冲过来 永别了 各位 崇家老祖说完 身体迅速膨胀 附着在身上的黑影 如同厚厚的简涌 就算是炼神进前来 也无法将他从身处救出来了 当着三人的面 崇家老祖选择了自曝 柳无邪跟不归老人还没彻底摆脱危险 很快又会陷入黑影包围 崇家老祖主动牺牲自己 为他们撕开一条道路 老祖 崇公子跪在地面上 早已气不成声 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 西斯坦圣殿闪烁出一团强光 将周围的黑影全部震碎 柳无邪跟不归老人身体一轻 从中间区域跳到外围 我们走 柳无邪左手抓住不归老人 右手抓住崇公子 朝大门楚略去 先帝七重自曝形成的冲击波 足以重创他们 趁着冲击波还没赶到 赶紧离开西斯坦圣殿 冲击还在继续 柳无邪感觉自己的后背 传来强烈的灼伤感 崇公子更不好受 他不过巅峰仙皇境 混乱之盘 柳无邪没有任何犹豫 祭出混乱之盘 将三人护在中间 不归老人有乌归壳 受到冲击不是很大 扑扑扑 崇公子一脸吐出三口鲜血 亲眼目睹老祖死在自己面前 那种绝望可想而知 第二是刚才遭遇黑影攻击 伤势还没彻底痊愈 西斯坦圣殿内部空间余波还未消失 跨出大门的那一刻 柳无邪回头看了一眼 目光落在崇家老祖自爆的区域 嘴唇动了动 轻轻说出三个字 谢谢你 说完 带着他们两个 跳出西斯坦圣殿 回到了宇宙之中 没有崇家老祖的付出 现在死的可能就是他了 第二千七百六十八章朱语恢复 逃出生天的感觉很好 不归老人出来后 大口的喘息 脸上的惨白之色 迟迟未能消去 崇公子脸上还挂着泪珠 心眼目睹老祖死去 悲痛之情 充斥他的胸腔 节哀顺变 柳无邪走过来 拍了拍崇公子的肩膀 人死不能复生 况且老祖这么做 是为了拯救整个崇家 也算是死得其所 崇公子点了点头 他何尝不明白 如果不是柳无邪他们的出现 老祖在第一波冲击的时候 已经陨落其中 拿出装有天使之拳的瓷瓶 柳无邪打开盖子 绅士进入其中 好多的天使之拳 看着瓷瓶中的一切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怪异之色 起初他以为 瓷瓶中装着的不是很多 最多几百滴 现实并非如此 瓷瓶内自成空间 浩瀚无比 竟然装着一整条的天使之盒 当年不归老人他们进来 只是从瓷瓶中取走了一部分 柳无邪拿出一个特制的瓷瓶 里面同样自成空间 不过空间没有装天使之拳的瓷瓶大 导出三分之一天使之拳 足够他们崇家使用了 将瓷瓶交到崇公子手里 柳无邪出言问道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直接返回仙界吗 崇公子恭敬帝接过天使之拳 收起悲痛之情 这些天使之拳 是老祖用生命换来的 我要着急返回仙界 你呢 是留在这里 还是一起回去 崇公子小心翼翼将天使之拳收起来 朝柳无邪反问道 我有个朋友 跟你们崇家一样 出现了反祖现象 我需要逗留两天 等治好了他 就会返回仙界 柳无邪不想继续耽搁下去了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 不知道朱宇是否还记得自己 不差这几日 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去吧 崇公子决定留下来 跟柳无邪一同返回仙界 柳无邪点了点头 倒是理解他的心情 以他巅峰仙皇修为 想要安全返回仙界 成功的概率很低 如果跟自己在一起 那就不一样了 只要不遇到巅峰仙帝围攻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两日之后 我们启程返回 柳无邪对着两人说道 说完 三人化为流星 消失在茫茫宇宙 半日之后 一座废弃的星球 落下来三道人影 伸手一招 一座强大的领域出现了 治疗朱宇 不容有失 如何治疗 不归老人早就告诉他了 打开吞天神鼎 朱宇从里面走出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 洁白的羽毛 挺拔的身躯 防守挺胸 打亮一圈后 最后走到柳无邪面前 依附在柳无邪身边 灵族 看到朱宇的那一刻 不归老人发出一声惊呼 灵族消失许多年了 没想到柳无邪身边 还有灵族的存在 虫公子脸上 流露出一丝惊慌之色 因为灵族 恰好是他们虫族的克星 天地万物 相生相克 太古时期 灵族已虫为实 所以虫族见到灵族 非常惧怕 哪怕是化为人形 刻在骨子里面的基因 很难做出改变 拿出一个木盆 倒满清水 柳无邪又拿出瓷瓶 倒出几滴天使之拳进入盆中 太浪费了 一滴天使之拳 就足以让他恢复真身 不归老人一副抱舔天物的表情 当年老友冒死 才抢回来几滴天使之拳 柳无邪倒好 一次性就倒进去了五六滴 虫公子眼角抽了抽 柳无邪是出了名的败家子 他早有耳闻了 轻轻抚摸朱宇的羽毛 让他进入盆中 朱宇很听话 走进木盆里面 柳无邪打出一道手印 隔绝了跟外界的联系 除了柳无邪之外 不归老人跟虫公子 看不到木盆中的情况 天使之拳能帮助我提升修为吗 恢复真身 不是一朝一夕 需要一天左右时间 柳无邪目光看向不归老人 询问道 不能 不归老人摇了摇头 天使之拳里面蕴含一种神秘力量 可以修复反祖现象 却不具备提升修为的能力 柳无邪一脸失望之色 他卡在了仙皇九重大门 希望尽快能突破到仙帝境 时间无声无息地流逝 不知不觉 大半天过去 柳无邪神士进入领域之中 查看朱宇身上的情况 发现朱宇已经睡着了 趴在木盆中 身上的羽毛释放出琉璃霞光 虫公子坐在一旁 安静地修炼 不归老人则是躺在一旁呼呼大睡 突然之间 朱宇的身体开始变化 洁白的羽毛渐渐退去 柳无邪很紧张 目光紧紧地盯着朱宇 以防出现什么变故 足足过去小半天时间 木盆中趴着一名绝色女子 朱宇本就相貌绝美 经历这么多事情后 更是美得让人窒息 清爽的头发 柳叶湾眉 犹如美与雕刻出来的精致五官 加上修长的身体 还有那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清晰自然的气息 让人美不生收 犹如爵士画卷 柳无邪看得有些吃了 身边的女子 哪得不是爵士有物 不论是叶灵涵 还是袁天维 以及白玲 各个都是爵士佳人 唯独凡界的妻子徐灵雪 身上有种莫名的熟悉气息 那种气息 让柳无邪很难忘怀 朱宇的身体突然动了一下 微微睁开双眼 眼眸中带着一丝茫然 朝四周看去 当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大量的记忆涌入她的脑海 她的记忆 还停留在圣丰的那一刻 帮助柳无邪 从圣丰中脱困 自那之后 所有的记忆 全部消失了 你醒了 看到朱宇苏醒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释怀的笑容 历经万般波折 终于帮助朱宇恢复了真身 啊 朱宇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发现自己竟然是赤裸着身体 打出一道手印 形成洁白纱裙 遮挡住身体隐私位置 柳无邪有些尴尬 刚才只顾着关乎朱宇的安危 所以忽略了其他 主要是朱宇趴在木盆中 只能看到光滑如玉的后背 柳无邪连忙转过身子 拿出一套崭新的衣服 放在朱宇的面前 朱宇轻轻从木盆中站起来 脸色羞红 胜风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原因之气 帮助柳无邪脱困 想到自己跟柳无邪在一起的那一幕 脸颊就发烫 站起身子 快速将衣服穿上 好了 朱宇身若闻营 遥想当年 他可是邻族大公主 呼风喝雨 脾气极其暴躁 柳无邪遇到他的时候 险些被他当作犯人抓起来 太荒世界这些年 朱宇虽然繁足了 依旧在自主修行 化为人形的那一刻 身上的气势 不断攀升 不到几席的功夫 竟然攀升到巅峰仙黄境 如此之快的突破速度 让柳无邪暗暗吃惊 自己历经艰辛 才有今日这番成就 不过朱宇能提升起来 他也很开心 从头开始修炼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突破到先皇境 转过身子 看着焕然一新的朱宇 气氛有些尴尬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等路上的时候 我再跟你一一细说 柳无邪目光直视朱宇 柔和地说道 治好了朱宇 又了却了一份心事 身上的担子 一下子轻了很多 恩 朱宇点了点头 有些扭泥 长时间脱离人类世界 让他有些不适应了 许多妖族都是如此 第一次化为人形 发现对这个世界 极其的陌生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 撤去领域 朱宇出现在不归老人 还有虫公子的面前 看到朱宇容貌的那一刻 不归老人跟虫公子 争在了原地 好美的人儿 不归老人绿豆大的眼睛 发出阵阵金光 啪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巴掌敲在了 不归老人的脑门上 痛得不归老人嗷嗷直叫 你打我干什么 不归老人一脸的委屈 自己只是夸赞他长得漂亮 就挨了柳无邪一巴掌 从公子收回目光 换作之前 他可能会有一丝觊觎之心 经历这么多事情后 他的心性早已成熟 我们上路吧 柳无邪没有解释 带着他们几个朝天都城方向飞去 快要接近灵霄极光的时候 柳无邪停了下来 我柳无邪向来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这是十万仙金 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天使之权 柳无邪目光看向不归老人 这次分开 不知道何日才能相见 十万仙金 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身上还有一百多万仙金 倒不是很缺 仙金就算了 你教我一门仙术吧 不归老人摇了摇头 仙金他同样不缺 这么多年 积累了不少 唯一欠缺的 少了几门厉害的仙术 堂堂仙帝朝仙皇进请教仙术 这要是传出去 估计没有人会相信 正好我有一门仙术 非常适合你们妖族 柳无邪收起仙金 打出一道手印 钻入不归老人的魂海 天都城这段时间 搜刮了大量的仙术 以及秘法 通过天道神书 将其融合起来 又创造了几门厉害的仙术 跟独魔剑还有破神掌相比 还略有不足 不过也无限于接近超仙术了 这个接着又不高 满航吧 打出一道仙术 还这么搁